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凤破浪 我是陈梦 这位是雨谦 他是一位 他是一位会议师 这位雨谦会议师呢 他很喜欢宝可梦 所以他跟陈梦呢 就有合作一些宝可梦的图 你们可以看一下陈梦的一些 说图当用里面都会有一些他的作品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一个特别的计划 这个特别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呢 假设有没有看到陈梦这个样子 嗯 在二次元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会设计一下陈梦在二次元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会是像 还是 那个 背包客 有看上海木的背包客吗 可能搞笑一下 还有还是像 刀馆 馆主那样之类的 很严肃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所以你们觉得是什么 记得在底下留言哦 陈梦给我的印象就是 身形高大 然后 对宝可梦的知识 很了解 那他给我的印象的话 会有一点 类似教练吧 就是 宝可梦游戏里面都会有的 从 教你如何捕捉宝可梦到 学习招式那一种 MPCR 所以我会想要把它画成是一种 教练形象的角色 然后首先我先打出骨甲外形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人 他们的身形看起来就是很可爱 比较短一点的头身 我会给一个外套 可是 我自己陈梦就很好奇 就是 像 有人说就陈梦像一个大叔一样 可是喜欢那些可爱可爱 会不会很不大 没关系 每个男人心里都住这一名少女 陈梦的内心里也有少女 我本身比较喜欢以前旧的画风和暴空 都可以都可以 重点是 你的画风也是好 哇 然后发型的话 暴空弄的角色 发型都会偏简单 比较大片 所以我就不喜欢那些猫 可是近期的角色 他们的发型都会比较夸张 所以我在想 我要怎么把它夸张一点 需要加护子吗 嗯 也复杂 看起来就很有教练 对 又加一点点复杂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看到复杂吗 太轻了我看不到 剩一点点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原来陈梦在二次元的样子 是这个样子呢 好 我们来看看裤子的环节 会设计一个怎样的裤子呢 就是陈梦想要穿短裤 怎么不可以是短裤小子 教练要有教练的样子 但我可以叫短裤教练吗 诶 okok 这个很难回答 我会想要给他旁边的口袋 那个是口袋 我记得宝浦梦的角色很多的 可是这个口袋是有实用性吗 在现实在讲 那个位置耶 好迷哦 我会装什么 我不可能放电话的 不用紧啊 Rodomo手机可以自己飞 应该是 可以自己飞 不过对哦 Rodomo手机可以自己飞 嗯 鞋子 鞋子 就我想要把他的鞋子 设计成蜂蜜龙造型 所以在这一片 不知道叫什么 ok 我就想要用蜂蜜龙 顶上的那两片叶子 然后鞋带的部分 就是蜂蜜龙背上那个派形状的东西 8 哇好酷啊 好吃吗 这个鞋子 听说鸿蜜龙是很老吃的派哦 除了呆呆瘦的尾巴 我其他不可 我都不敢去想像它们变成食物的样子 那看过错就是这个苹果啊 其实好想想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双奶鲜 我真的不能只是双奶鲜 中华里面挤奶的样子 我不敢相信你会叫我吃那种 我需要吃那种 从重 然后可能手上喷出来的东西 三蜜蜜 诶哪个我可以接受 在我接受范围内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蜂蜜龙鞋子 我尽量设计成比较重心 有这种鞋子去买包啊 很好看 好看 还期待上颜色的后果效果 现在要最关键的环节了 沉默的坑果虫会进来 长得头伤 因为我觉得它提心偏效 就是像小致的皮卡拉丘会骑在肩上 可是坑果虫就没有手没有脚 我不知道它要怎么抓着你的肩膀 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在你头上最适合的位置 可是放在头上 很像一个故事诶 那种 罗病汉 射苹果 头伤 走吧 攻击手看到我会不会射 你要小心去阿罗拉遇到主射树鸟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喔 你的形象跟一个百万的宝可梦 我们YouTuber很像一下 像谁 你知道是谁吗 那就是刚刚长梦提到的 短裤小致 我们来看一下短裤小致的成像是怎样的 多种 各位好我是短裤小致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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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